字幕组 Hello 我都没有准备的 你刚才看 我今天 我今天 弹一首 自己的歌 叫直男癌 直男癌 直男癌 癌症的癌 就是来形容 大男子主义啊 就是 作为一个 女生的肚 直男癌 对 女生的吐槽 这样子的 好 那我开始了 你总想法太多 对不起 我能再来一次吗 可以 你总想法太多 大家好 我叫高盈 一个喜欢音乐的90后女孩 虽然我是90后 但是今年也已经24岁了 你们知道我长得像正面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是我的钢琴 这是我平时堆育的工程 不要小看这些东西 他们有帮我赚到很多小米 当然了 我希望这些小米 可以变成大米 然后把我现在建的 这个小房子变成大大的房子 引起人生巅峰 引起人生巅峰 我咋想呢 我天 《直男爱》这首歌 其实讲的就是 现实生活中 一些大男子主义的男生 有多么的讨厌 男朋友会有直男爱的这种表现吗 我男朋友啊 我感觉我曾经会有 很幼稚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很懒的 他回家的时候 东西会被你丢 比如说臭袜子啊什么的 是辽留有病症吗 就是比他更强啊 因为辽贝娜比较年轻 他跟这样的音乐 是比较接近的 可是偏偏直男癌 里面有一个字眼 对于辽贝娜来讲 可能感觉不吉祥 或者怎么样 你不用刻意来靠近我 话题也没你想幽默 况且我又根本不是星座 最讨厌你所谓心事学说 仿佛全世界你懂得最多 你的直男爱已经入墨 你总想法太多 事情不做 最基本的感念你都够错 不是啰嗦 就是瞎说 闭嘴吧 拜托 废话太多 从不肯活 丢了色彩终时都要求我 我不懂到底你在骄傲什么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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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出去 好 好 苗贝大同学 很轻快的歌 我想赶紧快点再跳歌了 我当时就觉得 亚贝娜不会想我的歌 可能我这首歌不太适合她吧 她还在里面 她还在里面 我要抓紧时间听 来来来 我要多听几个